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江苏省临师空中课堂。 我是成熟市严岗小学的张老师, 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相遇。 期待今天我们有个快乐的学习旅程。 上课前,请小朋友们准备好语文书、铅笔等学习用品。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上课了。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十一课,项链。 听,这是什么声音? 海浪声。 听,这是什么声音? 笑声。 今天这节课,让我们到大海边游玩,好吗? 好的。 要到大海边游玩,可要带上这些词语宝宝,你能读准吗? 雪白的浪花,小小的海螺,小小的贝壳,彩色的项链,花花的笑着,嘻嘻的笑着。 好,最后都表 chrono. attitudes,现在全天,让我们让我们出发吧,现在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大海边。 现在,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大海边。 小朋友,自己读一读第一自然段。 说说,来到大海边,你看到了什么? 悄悄撒下,小小的海螺和贝壳。 小朋友,你看到了什么呀? 我看到了大海。 你看到了怎样的大海? 我看到了蓝蓝的大海。 瞧,大海真蓝,多美呀! 请你读好这个词语。 蓝蓝的! 哇,真蓝啊! 就像一块蓝宝石。 假如我们就在大海边, 前面就是蓝蓝的大海, 我们往左看看,看到大海的尽头了吗? 没有! 我们再往右边看看, 看到大海的尽头了吗? 也没有! 大海真宽啊! 现在,我们再往前面看一看, 看到大海的尽头了吗? 没有! 大海真远啊! 一眼望不到边! 大海真是又宽又远! 请你读好这个短语, 把两个诱读得慢些, 就能让我们感受到大海的宽广! 又宽又远! 好美的大海呀! 让我们抓住这两个词语, 美美地读第一句句子! 你读好看! 好美! 好美! 大海, 蓝蓝的, 又宽又远! 你看到的大海, 好蓝, 又宽又远, 一望无际! 小朋友, 你还看到了什么呀? 我还看到了黄黄的沙滩! 瞧! 沙滩黄黄的, 黄的都发亮了! 黄字叠用, 把沙滩写得特别金黄! 屏幕前的小朋友, 请你跟着一起读好这个词语! 黄黄的! 小朋友们, 你们在沙滩上玩过吗? 我在沙滩上堆了个美丽的城堡! 你玩得真开心呀! 我在沙滩上跑来跑去! 你们的小脚丫踩在沙滩上是什么感觉呀? 软软的, 好舒服呀! 是呀, 沙滩又长又软, 怎么也跑不到边! 屏幕前的小朋友, 你呢? 我想你在沙滩上也玩得很开心吧! 带着这种开心的心情, 再来读读这个句子吧! 沙滩上堂的, 沙滩又软又软, 在大海边, 你还可以看到什么? 我还看到了浪花! 你看到了怎样的浪花? 雪白雪白的! 瞧, 雪白, 像雪一样白, 多美呀! 词语也可以叠着用, 连用两个雪白, 这个浪花显得更白了呢! 请你读好这个词语! 雪白雪白, 真白 雪白雪白 白的都发亮了呢! 屏幕前的小朋友, 你也来读一读! 除了雪白雪白的浪花, 我们还可以说 雪白雪白的棉花 雪白雪白的云朵 真好! 小朋友, 猜猜看, 小浪花 想要去干什么? 浪花要到沙滩上 来和小朋友玩 是呀, 她迫不及待 要和小朋友玩啦 你看她 是一个个浪头 涌过来的 涌到小脚丫上 见到孩子们身上 好开心呐! 好开心呐! 浪花还会给小朋友 带来礼物呢! 是什么礼物呀? 小小的海螺和贝壳 这可是浪花 这可是浪花 悄悄洒下的哦! 大海真是一个神奇的百宝箱 这里有个河 小朋友, 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呢? 我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记 河苗的河加口 就是河 这个办法真好 大海送来了小小的海螺 小小的贝壳 我们可以用河 把两样相同类的事物 连起来 读 小小的海螺和贝壳 这句话 把浪花 当成人来写 浪花会笑 还会悄悄地做事情 多有趣呀! 请小朋友朗读这一句 读出浪花开心的样子 雪白雪白的浪花 花花地笑着 涌向沙滩 悄悄洒下 小小的海螺和贝壳 哇! 我仿佛听到了浪花的笑呢! 雪白雪白的浪花 花花地笑着 涌向沙滩 悄悄洒下 小小的海螺和贝壳 这浪花真调皮 还见到了老师的身上 蓝蓝的大海 雪白黄黄的沙滩 雪白雪白的浪花 多美丽的一幅画 让我们一边读 一边想象画面 你会读得更好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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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蓝的 又宽 又远 沙滩 黄黄的 又长 又软 雪白雪白的浪花 花花地笑着 涌向沙滩 悄悄洒下 小小的海螺和贝壳 真美的画面 小朋友们 大海 为我们送上了神奇的宝贝 小娃娃是怎么做的 它们的心情怎么样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自然段 小娃娃 嘻嘻地笑着 迎上去 捡起小小的海螺和贝壳 穿成彩色的项链 挂在胸前 快活的脚印 落在沙滩上 穿成金色的项链 挂在大海 挂在大海 胸前 小娃娃 是怎么做的呢 请小朋友拿出笔 自己读这句句子 用三角 把表示动作的词 标出来 屏幕前的小朋友 你也开始 读书圈话吧 你找到了 哪些表示动作的词语呀 我找到了 笑 迎 捡 穿 挂 浪头涌向沙滩 小朋友可高兴了 它们不禁笑出声来 迎上去 小朋友 这些小娃娃冲向谁跑过去啊 浪花 你会在什么时候 向别人迎上去呢 爸爸出差回来的时候 我会迎上去 爸爸回来了 可是一件开心的事呢 开学了 遇到好久不见的小朋友 我会迎上去 啊 又可以和小朋友一起上学游戏了 当然开心了 是啊 小娃娃们知道浪花 会带来好多东西呢 开心的迎上去 我们也一起去捡贝壳 捡海螺吧 诶 你捡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呀 有大的 有大的 有小的 有圆形的 有扇形的 各种各样的形状 真美 你们捡了这些海螺 贝壳 要做什么呀 我们要做项链 挂在胸前 哈哈 这肯定是一串特别漂亮的项链 看 这句话中 一连串的事情 用了这些词语 把事情写清楚了 小朋友们 剪和挂都要用手 所以都是提手旁 屏幕前的小朋友 我们来做一做这两个动作吧 剪 是把东西拾起来 挂 是要把东西放在高处 小娃娃们多快活呀 来 小朋友们 站起来 让我们带着动作 有感情的朗读这句话吧 小娃娃 嬉嬉地笑着 迎上去 捡起小小的海螺和贝壳 穿成彩色的项链 挂在胸前 小娃娃们 在沙滩上快乐地奔跑 尽情地玩耍 就连它们留下的脚印 都让人感觉很快乐呢 这句话中 有一个词语 就是快乐的意思 快活 对 请你读好这个短语 读出快活的感觉 快活的脚印 请小朋友们 自己读这句话 说说 大海的项链 到底是什么 大海的项链 就是小娃娃的脚印 是呀 金色的沙滩上 留下的小娃娃 金色的脚印 就像是挂在大海胸前的 金色的项链 让我们一起 美美地读读这句话 快活的脚印 落在沙滩上 穿成金色的项链 挂在大海胸前 小朋友们 课题是项链 瞧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项链 课文第二自然段中 一条是海螺和贝壳穿成的项链 挂在 挂在娃娃的胸前 一条是脚印 行传的项链 印在沙滩上 挂在大海的胸前 这都是大海带给我们的礼物 大海多么美丽 海边的孩子多么快乐呀 让我们再一起把第二自然段 美美地朗读一遍 小娃娃 嘻嘻地笑着 迎上去 捡起小小的海螺和贝壳 穿成彩色的项链 挂在胸前 快活的脚印 落在沙滩上 穿成金色的项链 挂在大海胸前 细心的小朋友会发现 这篇课文中 带有的的短语很多 老师都找出来了 请小朋友在书上 用横线画出来 在事物前面 加了怎样的 让我们知道了 事物的大小 形状 颜色 等特点 事物就更美了 这样的搭配 除了书上的 还可以有其他的搭配哦 只要抓住事物的大小 形状 颜色 还可以是味道等等来写 请小朋友 看着图片来说一说 金色的太阳 金色的麦穗 金色的星星 雪白的棉花 雪白的羽毛 快活的小鸟 这样的短语 以前的课文中 我们也学过很多哦 除此之外 你还会说其他的 怎样的 什么吗 抓住事物特点 搭配 要合理哦 课后 仔细观察事物 说说 这样的短语吧 今天 我们学习 两个生字 读一读 这两个生字 合 右 仔细观察 这两个合 发现 独体字 合 变成偏旁后 发生了什么变化 字形 变瘦 那变成点 下面 请跟着电脑老师 来写这个合 合 左右等宽 左长 右短 左右紧凑 不分加 撇 横 竖 撇 点 口的旗笔 在合的 横的下方 竖 横折 横 右 是一个读体字 上窄 下宽 横 撇 写在上半格 居中 那 与撇的终点交叉 撇那 书展 收笔 齐平 请小朋友 在语文书上 描两遍 写一遍 写好了 对照一下 看看写的 好不好 写字的时候 请注意写字姿势 今天的作业是 一 有感情的 朗读课文 二 观察身边的事物 说一说 怎样的 什么 看谁 说得多 我们的课 就上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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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